大家好,爱吃一队小猫军用玩的家见面了 人气韩剧《浪漫搜索班》5日迎来结局 剧中每个角色都获得圆满结果 且最后一季收视率也是很新高 拿下全国17%首读圈19.79%的好生计 还一局超越王后三下 当上TVN历大韩剧收视Top6 《浪漫搜索班》靠着全杜妍、郑庆浩的演技 以及愉快轻松的剧情发展获得了好口碑 除了恋爱性以外 剧中也详细刻画了女主角 将外甥女视作亲生女儿抚养 一边还要照顾自闭症弟弟的亲情线 以及探讨考生们的升学压力 补教文化泛滥 家长们对子女升学的执着等社会现象 以既有趣又动人的方式呈现 让观众们产生了共鸣 然而随着剧情进入后半段 网络上开始不断出现虎头首尾指责声浪 以罗曼史升学战争等题材 获得喜爱的浪漫速成班 后来却画风突变 主线变成了钢猪杀人事件 凶手被揪穿后马上自尽 此外还有女主角弟弟与闺蜜 突入起来的感情线 以及女主角消失多年的子姿 莫名其妙的登场以及推场等等 都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出现了排山倒海的负评 被批评虎头首尾 即使是happy ending 仍有很多观众不买单 以下为浪漫速成班结局剧情争议点 这是长死的超突然的 各条故事线首尾都很随便 才友和荣珠 秀雅和剑后 双双被凑对 根本秒变凑对速成班 浪漫速成班解决剧情争议点 一各故事线都是为了收尾而收尾 浪漫速成班最大的争议点 肯定是突然画风大改的剧情 不仅从浪漫喜剧变成悬疑剧 挨红惨变黑化速成班 此时剧情来到尾声 早已埋下伏笔的故事线才一拖再拖 到最后几集才有所进展 而剧中不少条线又被观众很屁多余 早在后半段剧情风味大改 许多观众及预测浪漫速成班会烂尾 果不其然 结局草草了解各条故事线 剧中除了男女主角的感情线之外 支线多数给人匆忙收尾的感觉 许多人物的转变都未能收服观众 例如为了前而突然登场的海逸亲妈 没多久就莫名洗白 认知到自己的错误黯然离开 以及剑后与秀雅疑似被凑对等 都让人感觉编剧是硬要塞给每个角色 皆大欢喜的结局 却没考虑到观众是否能接受 虽然最后一集整体欢乐 让普遍喜爱HE结局的观众都评价不俗 但仍有许多网友吃反派意见 直指编剧只是为了收尾而收尾 每一条线埋了却都没有好好发挥 事实上编剧杨夕胜作家 面对部分观众的负评 先前也曾在设访时坦言 在结束长久的剧本创作旅程 活到审视后 发现自己似乎有太过贪心的部分 有为此反省 似乎是在呼应外界对于部分剧情的批评 此后他也感激演员们将人物们塑造得栩栩如生 会努力成为创作出更好作品的编剧 浪漫作成班结局剧情争议点 二男女主毫无CP感 韩国女性拳头颜已经50岁了 在浪漫作成班中出演30岁角色 还在剧众与相差11岁的郑金浩有浪漫吻戏 引发韩国网友吐槽 女主太老了 都50岁了 30岁的人一点CP感都没有 除了男女主年龄差已经被提的太多了 最让人觉得离谱的是 剧情里在男主不知道女主单身的情况下 编剧就搞了心动控制 心动到无法控制的一系列操作 这种三官方的现实中是要被骂死的 剧中网友的托骂一点都没问题 还是教师身份 没让他爆掉都算好的了 而剧中唯一的浪漫吻戏的花絮 也让人忍不住吐槽 在官方公开的幕后视频中 全杜妍和郑金浩开始在拍摄现场排领吻戏 郑金浩躺在床上 考虑到全杜妍的架势 全杜妍和郑金浩面对面配合 郑金浩问全杜妍 我们坐吧 前辈 全杜妍建议你拉一下 我自然坐下 随后两人的吻戏正式开拍 线上的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幸运的是 全杜妍和郑金浩之间 惊心动魄的初吻戏结束了 导演喊着声音说 我去看看 郑金浩思过有些尴尬 表示不去查了 果然第一次吻戏没过 两人又去拍了 第二次也OK 完美收官 汉官网友留言表示 全杜妍的穿衣风格真的很糟糕 感觉他不会搭配 不好看 全杜妍的年龄剧中的角色 完全不符 女主太老了 怎么能让一个50岁的女演员 演一个30岁的人 就没有合适的演员吗 全杜妍适合露出额头 和简单的穿衣风格 剧中的发型和造型 真的有些拉挂等等 浪漫速成半 结局剧情真一点三 知识长死得太突然 受尾太随便 其中 剧中最备受争议的烂尾故事线 肯定是知识长这条悬疑线了 知识长作为剧中 比重极大的配角 编剧花了14集描绘他的故事 从开头就埋下伏笔 并在最后几集戏分大增 狠狠概括主角崔智说 行善 连高天初夜剧情都被抢光亮点 仿佛配角变主角 不过知识长终于在第15集被揭发后 却毫无其心境刻画 就直接被刺死了 这个占比极重的角色 惨被曹操了解 让该段故事被狠批 受尾超随便 不仅观众 连剧中人物都满是疑问的离开 虽然有部分观众认为 知识长选择自杀 相当符合该角色的设定 不过 多数剧迷则指出 若是剧情这样安排 根本无需营造悬疑线 也无需平白无故 让可爱的知识长一决黑化 浪漫作者班 结局剧情争一点四 才有和荣柱 秀雅和江后都被凑对 秒辨凑对 浪漫作者班 才有荣柱的感情线 在前几集就先吓坏众人 而原先已经拒绝对方的才有 这两集又莫名其妙对荣柱产生感情 让许多观众嫌弃 盖剧根本就是宁烂无缺 虽然两人的感情线 是我的相当可爱 但仍然让许多网友直呼不理解 还有部分网友直指 怀孕情节超不必要的 而突然在结局被凑对的 秀雅和江后 更是让剧民感到超错愕 算剧情早就指向海一会选择善财 但却没人想到落败的江后 会临时和原本讨人厌的反派 秀雅变成一对 硬要凑对的情节 已让网友狠批 根本是凑对俗成班 许多网友也表示 若是要帮贱货配对对象 也应该要是一见了他 就直呼好帅的丹芝 而丹芝也被网友笑说 是剧中最不受宠的角色 不仅从来没跟丹芝妈同框过 母女荡仿佛平行失控 就连编剧爱凑对 也没分到一杯羹 浪漫俗成班解决剧情真一点五 人物内心刻画太表面 情感转折超突然 浪漫俗成班在人物内心刻画上 也相当随便 不仅没有太多角色内心戏 情感刻画也相当表面 海音先是与行山大吵架 隔天就像没事一样 而生母离开她 也没有任何描写心境 变化的情节 续亚突然黑转白 连精神病都不要耳喻 而青铜家人的知识长自杀后 崔芝说却超快就走出来 根本没有什么情绪波澜 情感转折症的太突然 让我又也知乎 根本像换了个人 而浪漫俗成班被认为 收尾随便的一大原因 肯定包含人物情感描绘的不足 让许多情节看起来 都转折太过声音了 观众也看得很出戏 若是更加细致的刻画角色 内心虎头收尾的情况 绝对会缓和许多 浪漫俗成班 结局剧情真一点 6.编剧后半段乱写 让观众对结局降低标准 虽然不少观众认为 结局即欢乐又讨喜 也收获了高收视成绩 但许多网友则认为 编剧根本是故意乱写 后半段的剧情 让观众对结局降低标准 即使结局收尾随便 但凭借着人人爱的 happy ending 恢复喜剧氛围的 浪漫俗成班结局 就能获得不足成绩 尽管不少网友 相当喜欢 浪漫俗成班结局 而除了死去的 知识长之外的 各条故事线 也都算是迎来圆满结局 然而许多网友狠批 改句大浪尾 编剧不仅被指收尾随便 在故事叙事 不详细的情况下 不少情节也稍显突兀 评价相当的两极 各有网友指出 并不是荒乐大结局 就等于收得好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还满意这个 很fun的结局吗 嗯 嗯 不是